搭了富婆的车被迫给她当保姆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又把什么事给你砸了 哎呀我没有 那怎么了 哎呀这不我妈最近又超超着给我张罗相亲吗 你相亲 哎呀对呀我也不想去啊 所以我就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了 结果她不信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不没办法了吗 我就去你朋友圈找张照片给给她发过去了 你给你妈发过去了 对啊 哎呀老板你别生气啊 我 这有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知道私人拿篇照片希望人家隐私吗 不是我我烦死了 哎哎 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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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我这不一着急就给她发过去吗 这样子我保证我下次 一定期间跟你商量行不行 这一次看到你主动传认的份上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行行行你谢老板那没什么事我先睡忙了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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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桌子呢 啊怎么了老板 要不我来吧哎不用不用我来就行了哎呀我来我来你先着去 不是 哎去去去去去 哦 哦 哎呀我这次也太嫩了我来吧 哎 哎 哎 什么了 不是你现在怎么那么奇怪啊怎么什么活都抢的干啊 嗯 哎呀我最近有点缺乏运动了想多活动活动 那你把活动干嘛那我一保抹干什么呀 我等会儿叫老师傅来刷相亲 你在旁边看一点就行 你怎么就刷这儿啊你其他的相怎么不刷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等我弄婚房的时候再刷 什么 没什么 前两天 你就给你妈发了一张照片 哦 要不然就多发两张 哎呀不用了你发一张就够了 主要是我朋友们的照片可能可能不太适合这张贝卡 所以我这两天我多拍了两张要不要被他一发过去 这你照片啊 嗯 不是我要你照片干嘛呀 你什么意思啊 哎呀我在你朋友圈里面找的是这张照片啊 嗯 这不我闺蜜吗 哦 这是你闺蜜啊 哎你别说你闺蜜还真挺喜欢的 要不你把你闺蜜微信推给我 我认识认识 哈哈哈哈 破 靠